那么你把这个Smart打开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上面呢 其实它目前呢 除了板子以外呢 您可以看到在这边 这里这个就是三色LED灯 左上角这一个 三色LED灯 那旁边这个有没有 对这就是光明 这就是光明电子 等于说它有几个元件是已经烧在上面 另外呢你看左下角这里 左下角这里有一个小小按钮 有没有白色的很小一个 那真的是可以按按钮 所以它等于内建了这几个 所以你看到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有没有 三色灯光明跟上拉的这个按钮开关 那另外呢 您还会看到 因为像我也不是电子科技出身的 所以说我对这种电子设备 我就不是那么清楚 那基本上呢 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右手边这边 板子上面有没有 有这个 这个跟这个 这个 3.3大家应该比较认识一点 因为电池上面都有几伏特几伏特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VCC它提供的是5伏特的电源 等于说它有两个电源 一个是3.3 一个是5伏特的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像我们插座一样 我们都有所谓的接地 有没有 在左下角有一个GND 这是接地的那个开关 好那个插头部分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些数字吗 对不对 那些一般我们就是 脚位的部分 好脚位的部分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 前面有多一个毛毛虫的 那个就是类比的讯号 类比讯号 一般我们的数位讯号就是0跟1 就开跟关而已 那类比就好像我们那个转那个 喇叭的音量有没有 慢慢的变大声变小声 中间就有一个什么 急剧嘛 会像这样 所以它有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把它翻过来 你看 你把它翻过来 有没有发现 那个名称就写在旁边 贴纸有 不过有的人的贴纸 可能那个位置啊 我发现他们有时候在贴的时候 会稍微差一点点 所以跟上面旁边那个脚位 会有点差 所以您如果在有在 插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你把它翻过来 另外一边 这里也有 有没有 所以待会你要对那个脚位的时候 您就稍微留意一下 确认一下说 那个贴纸有没有贴 贴正确 那您如果说以后 您可能自己拿到这个板子的时候 预设呢 您要做一些所谓的 粗屎化的动作 粗屎化动作 那您拿到这个 您把那个打开之后 里面应该还有一张纸 你们里面应该还有一张小的纸 手上还有这个纸 有没有看到上面有这个 这个 嘿 有没有发现它有两个名称 它有两个号码 对不对 上面那个是 您在 因为它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Wi-Fi的分享 它就是一个Wi-Fi的设备 所以如果您回家里面的时候 比如说我没有连上网路 我打开这个设备 你会发现你的无线网路会多了一个 就是这个名称 就是这个名称 那真正我们要控制什么 我们的设备的话 用下面就 这个叫Device ID Device ID 那它有大小写之分 所以 那个有的O跟0 叫我这边这个就是O 这个是O 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您可以找一下上面这个 所以当我们真正要控制它的时候 您只要知道 你的上面那个ID是什么 那您就可以控制你手上这个设备 手上这个设备 这样就没有问题 好 这是 这个 那初始化的部分呢 其实 在Wi-Fi的另外一个好处是 它在官方网站其实教学上还算蛮丰富的 还算蛮丰富的 跟其他的这个 比起来的话 丰富蛮多 那您就可以从这边直接点过去 好 它现在有新版本 那您到它官方网站 就可以看到它有 就是有 影编制的教学 然后呢 下面这边这种 步骤都写的还算蛮清楚的 所以其实您自行上网看 也应该还算OK 好 这个是 在WebDuno初始化的部分 那如果您要看更多教学 就直接从上面进去 这些网址我都帮您先准备好了 谢谢民主主席 这些网址是